歡迎大家來到這集的Minecraft新聞 我是翊 我們今天首先會跟大家說說 Minecraft最近在上次Minecraft新聞之後所發生的事 首先第一個就是大家會非常關心的Minecraft 1.9更新 根據各大Mojang員工的情報 我們今次為Minecraft 1.9更新大了少少的情報 而今次Minecraft 1.9的戰鬥更新究竟有甚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 平常Minecraft就是大家都會看到的攻線 但今次Minecraft 1.9更新會將有更大改變 我們在其中一個Mojang員工Dinnebong的Twitter上 發現弓箭會有很大的改變 同時亦包括它的戰鬥系統 我們就在旁邊這張圖上發現 Minecraft 1.9將會有不同類型的弓箭 以及擋箭牌加入 但暫時每個弓箭的功能仍然是未知之數 即是我們大家看到的橙色、綠色和黃色的弓箭 我們暫時都未知有甚麼用途 而今次的升級還可能會加入 以及來自In-depthMinecraft 即是Minecraft最原始版本之後刪除了的箭袋功能 所以大家敬請期待 第二個有可能的更新是來自Jab的Twitter 根據Jab所說 Minecraft將不會再只有少少的三怪箱 少少的迷宮 而反而可能會有更多更大的迷宮 可以讓一些探險者享受更大的樂趣 而這張圖的Status 亦能告訴我們 Minecraft內新城建築的無限可能 所以大家亦可以期待 Minecraft 1.9會有甚麼新怪物 新探險模式和新冒險 最後還有少少1.9更新的總結 以總體來說 Minecraft 1.9會跟隨這個Status 將會有更多關於遊玩性的資訊 有更多遊玩性的更新 即是會有很多新的東西 給大家探險和遊玩 所以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之後會和大家報讀的Snapshot News 最後一段新聞 就是來自Minecraft 2015的最新消息 Minecraft是由Mojang主辦的 一年一度大型的Minecraft人聚會 而今年的Minecraft Minecraft 將會在2015年 即今年的7月4日至5日 在英國倫敦舉行 到時將會有很多有趣的展覽 亦會有很多討論會 例如有紅色的討論會 有製作地圖的討論會 亦有建築的討論會 大家亦可以繼續留意我們 我們會為大家即時即場 在Minecraft現場 和大家紀錄Minecraft的盛況 今日的Minecraft新聞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那 Minecraft